晚上好 那么这里是 湖北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人文讲座第2483期 我们这一次讲座呢 仍然是通过线上的 这么一种方式 那么头三年呢 我们这个人文讲座 始终是线上的方式 现在放开了以后 我们沿用了这种方式 为什么呢 刚才我跟 施老师的沟通当中 这些讲了 就是为了什么 让更多的人 能接触到一些新知 大学呢 应该有公益性 应该有公共性 那么现在很多大学 都不开放 那么我们选择 用线上讲座的方式呢 就是把这个校园打开 让更多的人呢 能接触到这么一个 文化高地 学术高地 思想高地 所传出来的 这么一个声音 那么今天我们呢 邀请到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的 教授 获士生导师 施党舍老师 来诸讲 那么施老师呢 在秦文化 秦汉史的研究呢 非常有成就 出了很多的 这个书啊 那么他同时也是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的 副会长 也是陕西秦文化研究会的 会长 长期一年啊 长期以来 三十多年了 一直关注秦文化的 上官的研究 那么施老师 他做学术有一个特点 他更关注考古学的 一个视角 那么施老师也是 考古学出身 长期也在 秦始皇 兵王有博物馆 现在叫博物院啊 这个从事考古 研究的工作 那么后来 调到西北大学 从事专门的 秦汉史的教学和 科研工作 那么对秦汉史 尤其对秦人 早期的这个历史 有自己非常 独特的 这么一个见解 我们都知道 秦汉时期是 中国统一王朝的 一个奠基的时期 那么秦朝到底 从哪里来 那有的人说 秦人最早是山东人 当然有的人说 荣人啊 也有一定的 这个关系 那么到底 秦人从哪里来 秦人早期的历史 他的文化 他什么样的一个面貌 那么他是则骂 有西向东 怎么去发展壮大 然后又怎么 是统一中国呢 这不仅仅是 中国历史上 最有魅力的一个问题 同时也是 我们现在讲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讲这个共同地一事 从这个角度 也是非常前沿 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 施藏老师 讲今天 秦人历史探秘 那么今天晚上 这个讲度 大概一个半小时 多一点吧 一个半小时 多一点 那个有问题呢 我们就不现场提问 有问题呢 我们这个工作人员 已经把一个链接 发到了这个聊天里面 大家可以通过那个链接 向老师提问 那么我们最后 选择几个 有代表性的问题 然后请施老师进行解答 那么接下来呢 就请施老师 开始今天晚上的讲座 好 欢迎施老师 感谢夏泽民教授的主持 感谢华科 人文讲座的邀请 使我有一个机会 跟大家来交流 各位同学 各位室友 大家晚上好 我是西部大学的历史学院的历史教师 是老师 我的主要专制的 这个主攻的方向 是这个秦汉式 特别对秦的用心 可能更多一点 同时也关注这个民族史 还默学 这样一些 跟秦相关的一些部分 这个 前上个月吧 我去华中士大做一条报告 是讲到秦是文化 跟秦人有关系 今天我讲的就是 专注这么一个族群 就是秦人 这么一个族群 这么一群人 具有民族含义的这么一群人 他们的这个历史 我们知道在这个 刚刚夏教授也说过 就是秦汉时期 在中国时期 在中国历史上 是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时期 我们现在这个 研究历史都知道 就这个 我们经常会抓一些历史的 重要的一些节点 就是转折点 比如说中国人的起源 比如说国家有文明的起源 这时候我们就会关注 中国人从哪来 关注下场 关注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遗址 比如说二历头 陶刺 这样的重要的考古遗址 还有一些中国社会的转型 比如战国秦汉之间 社会的转型 历史的转型 这样一些重要的一些节点 包括一些 比如清末 辛亥革命 这样的历史的转折器 这个 清汉时期也是中国历史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转值的时期 当然它往前推 可以推到战国时期 推到赖堂 著名的列国都有的赖堂的 变法运动 也包括清 清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上 这个地位 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的学者 2000年以来 做了很多的这么一些探讨 他们在这个民族呀 在文化 在政治跟行政制度的层面 都对中国历史发生的 非常重要的一些影响 实际上这个 这个历史呀 我们知道它的主体是人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 就是创造这段历史的 开辟 开辟这段历史的这拨人 就是秦人 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 秦人我们如果 看了很多影视剧呀 我们还有历史的爱好者 可能看了很多专业的 一些书 都知道 这拨人啊 确实 赫赫有名 但是我们都知道 它是一个属于一个 边缘族群 就是一个生活的中原核心边缘 长期在这生活的 这么一拨人群 就如同这个 此前的这个 这些 边缘的少数民族 它跟少数民族不一样 还有后来的这些 从这个东北啊 从北方地区 入住中原这些人 比如圆 比如清 这样的边缘族群一样 都对中国历史做出的 非常突出的这种贡献 影响了中国历史的 这么一个进程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 这拨人 就是这个 作为一个民族 还有一个族群 这拨人 他们这种历史 我想讲的话就是 大致分为三个 最主要的方面 也就三个主题吧 来谈谈这个 清真这个历史 第一个部分就是 它的起源 第二就是它的崛起 第三个就是 它为什么统一了天下 第四个我想 顺便谈一谈就是 我们现在学会讨论很多的就是 其实为什么十来年就 建立王朝之后 它昙花一现就没了 是不是 做一个族群之后 也消失在这个 中原核心啊 比如后来的汉人 这样一个 共同体制中啊 这拨人 他的历史使命 也就终结了 讲他这个附带 讲一下秦朝 为什么短 讲这个历史 这三个 最主要的一个部分 这张图如果学历史的 这个同学的 应该一定非常熟悉 就是秦朝的这个 江玉图 这黄色的部分 天右的部分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如果去看的时候 比中国现在的版图 要稍小了一点 大概在现在版图的 比一多半吧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情况 我也没具体去 去去去去量这个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 这一部分啊 是中国历史的 历史上就是 中国的版图 无论怎么去伸缩 怎么去变迁 它都是一个 最核心的部分 所以这个 这块地方 黄色的部分 就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们是 是我们实际的 跟这个理想中的 梦想中的 中国人的这种家园 它既是实际发生的 都能起作用的 也是一个精神性的 这个家园 所以所谓的中国 就指的这个黄色的部分 但谁把它固定下来 是秦人 所以它的历史贡献 是非常大 那这波人从哪来呢 我们就进入第一个正题 就是秦人的这个起源 这个现在很多啊 学者搞专业的都认为 秦人是东方来的 这个中间啊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长期争论的这么一个历史 大致在上世纪的 二三十年代 这个时期啊 在学界都产生了两种说法 一个就是所谓的东来说 一个是西来说 就是关于 其人的这个其人的这个起源 这起源节 我想纠正一个 这个不好的一个就是说法 就是一般会认为是 傅子年 这个聊成的这么一个大汉 这个随俗的创始人 傅子年先生 这个大学 这个跟一个学术的管理者 这么著名的学者 经常会认为是他创立的 他首先提出的 其实不是 实际是第一个人 徐忠叔 徐先生我们都知道 他是解放之后啊 是这个四川大学的教授 当过中国先行时务的理事长 学籍地位非常的高 在好像还当过四几年之前啊 当过中研院的院士 非常高的学术地位 他当然在给 强化研究院 给王贵卫先生 当学生的时候 写的硕士论文中 首先提出啊 这个其人是东夷的意志 东夷是什么的人呢 就是现在山东 以北 博和王西北侧 包括这个南侧的 江苏的部分地区啊 这些的我们古代的少数民族 我们重臣的东夷 他提出的 其实就是从这 属于他们的意志 后来大概是几年之后啊 傅先生啊 就写了他那篇著名的论文 叫《一下东西说》 这个论文影响很大呀 如果我们又记错的话 应该是1933年 发表在那个 中研院 历史研究所 这个集刊之上 对中国学界啊 发生了非常长久的 这种影响 内容大家都很熟了 是吧 学历史的 我先要介绍一下 他就说中国这个历史啊 从隋唐之前啊 它是分为东西 两个部分 东西 大概是以现在太和山为中心 就是西边是西高地 东边是东平原 这么两个地区啊 然后中国历史的这个通向呀 它的基本的这种面貌 是东西两个部分之间的互动 包括文化 包括族群 包括政治的这种互动 到隋唐之后呀 也变为南北的互动 然后从民族 从族群的角度去谈的时候呀 西边有很多著名的族群 比如周人 比如秦人 当然包括夏人 东边当然有商人 还有东乙 这样一些族群 秦跟这个商是一样的 同源的 它都是东乙的一支 然后这个 这两拨人啊 东西互动 对中国历史啊 就决定了中国在 历史在隋唐之前的 这种面貌跟走向 他这种说法 基本是符合中国的 隋唐之前的 这个历史的这个形式 虽然当时在这个 之前也交叉着 南北的这种互动 但是不是历史的主流 另外一个著名的 东来说的一个先生 就是顾结刚 顾先生 这个先生是 在学书界 也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人物 他创造了很多的一些 创立的一些很多的说法 比如最著名的 层类的构成的中国历史书 就是中国的古史啊 先秦侵害以前的历史系统 是层类的构成 这么一个说法 还有他所传的这种 遗古思想的学界 也是影响非常大 他这部人们经常会找一个 学派叫遗古派 同时他也是历史地理学的 一个大家 也叫这个遗共派 从这个角度去谈的时候 他也是 跟这个学乡那个傅先生一样 也认为秦人是 东夷的一支 就是东边海边的一拨人 后来他们由于某种的原因 然后就到了西方 然后西方又发展起来 又转向东向 最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最后建立了秦 这个王朝 然后统一了天下 悬而又 又 又泯灭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 留下了非常重要的 这么一章 这么一页 几乎同时又 另外一种说法 说法就是西来说 这种说法以这个 蒙文通先生为代表 他基本上跟西来说 对立了大半个世纪 蒙先生认为这种说法 他的主要说法是什么 他认为起源就是西北土著 就是所谓的西荣 西北的少数民族的意志 然后他演绎了 后来我们都熟知的这种 崛起跟统一的这么一个历史 他是西北人 他向东发展 他起源是西北 但是这些年呀 特别是近二十年 二十多年一来呀 随着考古发现的这种进展 学姐越来越相信 东来说 因为这个东来说呀 就是他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证据 比如说传世文献的证据 比如说我们举个银 银这个姓 这个字打错了是吧 应该中间是个女字 这下地下这半边 银姓我们都知道 他是起源的话 一般认为他起源山东半岛 我们知道春秋时期呀 山东沸县的地方有一个城 这名字叫银 是一个义名 就是城义的名字 他叫银 一般认为在这个地方呀 大致就是银姓的起源地 后来他的这个后人啊 最后是城扇面 一直往西南方向去迁徙 最难到了这个淮水流域 比如江啊黄啊 这样的春秋时期这样的古国 都是银西 然后最西啊 有几只最有名 一个就是赵了是不是 也是银姓 走到山西建立了自己的这些国家 还有这个 包括这个陕西寒城啊 关注西北部这个地区啊 梁国 他也是这个银姓 走到最远的就是 一直走到甘肃的这一拨人 就是秦 他也是一拨人的后人 因为这个银姓起源在山东半岛啊 我们就 这也是 秦人东来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证据 他起源东方呀 就山东地区 那个那个地方恰巧是这个什么呀 是一个 东夷的这个分布地 在先秦时期 另外另外就是说这个炫鸟传说啊 炫鸟传说 我们都知道这个很多很多的 这个太平洋戏部这个族群啊 比如这个商人 天命炫鸟 建儿生商啊 世纪里面所引诵的这些 他的他的宗庙的乐歌的歌词 包括后来的马人呀 高谷里都这样的传说 秦人恰好也有这样的传说 这种传说有非常非常强的这种地理性 它就分布在太平洋西北边的这个海边地区 把东一这个地区也包进去 一直从中国的这个东部 一直可以延续到俄罗斯的远东地区的海边 传说中秦人祖先也是叫女修 女修就通了个院子的卵 然后就生了秦人祖先叫大叶 大叶又娶了一个少典士 少典士我们都知道她是急性 娶了她的女子 然后生 然后最后才生了一个孩子叫大肺 大肺就是迎性之祖 除了这样的证据之外啊 考古学者找了很多的一些这个 他们个东方文化 他比如说商文化 跟春秋时期的东夷的文化之间的这种联系 来证明其人跟东方的这种联系 比如邀寇逊格 他们经常会发现商周时期的墓葬 特别是商西墓葬 商的墓葬之中啊 商文化之中 他的墓葬经常会 在有级别的墓葬之中 他在墓主的尸骨底下 他会挖一个方形或拖延性的一个坑 里面去训着他的狗 这个狗可能是他生前的这种宠物 然后级别更高的话 他会有人寻 就是他生前的他的 比如他的仆人之类的这样的人 然后去给他训藏 这种特征啊 大量流行商的 商文化之中啊 就东方这些 商文化之中 他是以荷兰北部 阴西啊 这些地区 维和新的地区 包括山东的西部 这个地方 这地方大量流行这样的一些藏族啊 但是秦人 他的宗室 就是银杏的这一支 他也有这样的一些藏族 这已经被一个考古所证明 就是考古学者 经常会列一项这样的证据 去说明秦人这个起源 我想这个材料还是比较实的 我们就说的比较硬朴的一些材料 这可能是现在是支持这个秦人东来说的 比较新的一种材料之一 我们的证据啊 就是清华检嘛 清华检就是前些年啊 清华大学从这个这个香港啊 或者海外的市场上买一匹竹检 其中一部分关于历史的部分 被整理为叫做信念这一部分 曾经这一段话就说明了秦人这个来源 他大概说了这样一件事 就是说这个王克上之后啊 就是没有杀这个 这个殷州王死了之后 但是把他的儿子封在了这个 他在商的旧都 就是现在安阳了个地方 也叫商 然后又不放心 又设了三间 就是货书 管书 菜书 封了三个小国叫贝庸贵 这三个国家 然后没想到这个殷州的儿子叫武庚 他又去叛乱 叛乱的时候啊 秦人的祖先叫菲莲 就这个 然后参与了这个武庚之乱 后来受到了个成王啊 年少在周公的辅佐之下 又进行了第二次动争 然后去菲莲罪之后 已经受到了追杀 然后他逃回了这个商眼室 就这个地方 这个商眼室 我们如果读个左传的话 就知道他这个地方 就是现在山洞的屈腹 而就是鲁国所在 商周是鲁国所在 就是孔子的 所在这个国家 叫鲁国 然后周成王罚伤杀了武庚 然后菲莲也被杀掉了 然后这个商眼室啊 他跟这个谁 跟这个秦人的祖先菲莲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实我们把很多材料对起来的时候 可以连篡起来来可以说 比如这段话的话 三间之乱 这个武功之乱呀 这很多文献有记得 比如少不说大告 里面说 武王死了之后啊 三间及淮宜判 东夷实际分为两个部分 偏南的部分叫淮宜 淮水流域的 偏北地方叫北方的叫东夷 两个河起来通彻为东夷 然后他是 管菜或三叔 然后跟淮宜一块儿叛乱 然后周公向成王啊 怎么样的 将处阴就是伐阴嘛 继续伐这个武庚嘛 然后这个时候啊 有大监与西土 西土人已不济 说什么呢 就是西方呀 周人的核心是 我所在的这个地方 就是西安这个地区 就是关中地区呀 他是他的核心 但是关中的西侧 应该指的是关中以西 就是甘肃地区 这个地方也是不平静 就是也出事了 然后实际周本记 这样的文献也记载 这就记载非常的通俗 非常的这个明晰 然后周 说周公奉成王之命啊 然后把这个 伐术五根管术放菜术 然后威兹齐啊 然后戴英后 然后国一送 把他另封封的送 就现在荷兰东部 商丘地区 离去就很近这个地方 另外的文献 比如这个诸书纪年 这个书是 在近代发现于这个什么呀 发现一个 新乡的叫个什么 现在叫魏徽氏 当时叫集谢 这么一个 魏国贵族墓制中啊 隋葬这样的古书 整之后叫诸书纪年 他里面也记得这样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成王时期 他罚的是 成王二年 罚这个燕人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商业事 还有徐忍 就是现在 东义的一支 就是徐州那地方的少数民族 然后他们是 他包括怀疑 他们到什么地方 入于背以盼 就是入到背的什么地方 还在安阳 在印度周围 是监视这个武庚的 因为武庚被封在 上的旧都 封在印那个地方 然后第三年的时候 是王时灭因杀武庚陆府 千金鸣于位 随于法业 联系其来 我们就会知道 秦中的祖先 非联属于商业事 就是业 简称为业 这拨人 东义的一支 他们居住在什么地方 现在山东的屈服 然后呢 什么呢 他们参与武庚之乱 然后他们一直参与武庚之乱 他们的族人也到了 参与到什么地方 一直到了这个 安阳的周围 到了这样的地方 然后被平息 被追杀之后 这个非联被杀了 然后他族人就受到了这个连累 最后怎么呢 然后是班 他们的族人就是商业事的 这些族人就是 因为非联的关系 因为他们参与了这个 古庚之乱的关系 然后他们被西签到什么地方 与诸鱼 这个字没打出来 一遇鲁鲁之容 第二个字也 一般会认为是鲁 就是鲁军义这个鲁 然后这一拨人啊 就是秦德仙人 这个清华家 我们是兴致我们知道 他大概是这个 战国后期啊 楚国的贵族啊 教育自己子弟的 这么一种教材一类 教材跟假意一类的 这样的一些东西 然后他这种说法 至少代表了 当时非常流行的这种说法 因为他的秦国之外 他应该是比较客观的 这么一种材料 所以他的可信度 还是很高的 然后同时我们再看到 他跟着上书呀史记呀 包括诸书纪念 这几种材料可以对得上 完全可以连结 复原成一个 非常完整的这么一个历史过程 就是秦仁起源的这一段 历史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他的可信度 还是非常的高 就于这样的一个秦仁祖先呀 飞联 飞联知道他是一个 在这个文献中啊 在传说中 他是个跑得很快的一个人 在秦汉时候 实际上被奉为封神 来乌颖去乌宗阿封神 这么一个人 后来秦仁祖先 就是这个屈腹这地方的商业之谜 受了连累 然后就被抓了撞金 然后就从现在的屈腹的地方 迁到了什么地方呢 朱鱼 清华建实际上记载的 朱鱼在什么地方 就在现在甘肃的东南方向 迁水市的西侧 甘古县旁边 这么一个地方 大家看看距离非常远是吧 至于这个 怎么西迁啊 这样的过程呢 学姐还有不同的争论 有人说在山西 请坐过停留啊 有的人说怎么样 直接过来 我当时感觉是应该是 直接就到了这个甘股这个地方 被发配在西北地区 这个地方实际是 周王朝的西北边疆啊 是最西的地方 他去防备楼楼之龙 就是这个地方的少数民族 这样的人去 从这个山东半岛啊 这个 宜蒙山区啊 包括了平原地区啊 就到了西北这个黄土 丘陵山区 这样一些地方 完全不在里景宽 朱鱼山是 我们来看看它箱的位置 天水东南侧 最大的城市 天水市 这是渭河的上游啊 往东走右边就是西安了 然后就是到了朱鱼山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条河是渭河 渭河的蓝侧 有一道大概 乘十公里长的一条 一道山梁 实际是 西秦岭的这个浅山部分 就是靠近河谷地带 这个部分 不是很高 但是它山有个特色 现在去看的时候 它还是 有很多段落是成红颜色 就是珠色 这种颜色 这可能是它得名的一个原因 后世这个文人啊 就是近现代的文人 就给它立了很多的这个 立了个牌子 立了个碑 而且旁边很多的诗文啊 我在那儿去过几次看过 确实是恰如其分 恰如其分 可是这个山就是成红色 在远处看 非常的耀眼 非常的显眼 这个地方 从这个族群政治啊 从政治这个地理的层面来说 它也是 周王朝西北的边疆地区 所以说跟这个清华界的记载啊 这个能对得上 这个清华界的地名谁断定的 不是我断定的 是著名历史学家呀 一顾的清华大学的教授 李学鑫先生所断定的 这已经被学界所承认 这是前任的这么一个起源 这些具体的细节啊 可能已经不能复原 我想可能就是这一拨人啊 就是脱家带口啊 他们以这个族这种形式 以家族或者怎么样的一个 一个集体组织的形态 然后去被压到了西北地区 然后长区啊 往西走成千公里以上 然后去做的这样一些事情 这个过程应该是非常的悲壮 非常的辛苦这么一个情况 绝对不是一个史诗 虽然秦仁最后他的崛起以后 有史诗性 非常的波澜壮阔 在这个时候应该是比较悲惨的 然后我再讲第二个问题 就是这拨人到了西方之后啊 他做的什么样的事情 为什么就是他这拨人 到了甘肃这个我们知道 隆兰啊 隆东南地区啊 包括天水啊 隆兰市 包括隆东这个庆阳 和平凉地区啊 他的自然条件一定不如东方的 这个地方就是水分 跟这个温度条件都比较差一点 比东方平原地区啊 是比不上的 就这个地方就是 而且他的地形啊 比较齐渠比较狭窄 他容不下一个非常 你如果一个族群想发展的话 他没有多大的一个 这个地理啊 跟空间方面这种依托 他是不够的 不是不够用的 但是偏偏就是这样的一些 一个一个族群 就前人在这生活呀 非常卑微呀 这个人族群 然后就是 起来了 起来之后就建立一番 非常惊天动地的工业 而同意了中国 而建立了第一个 所谓的这个秦王朝啊 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 这么一个国家 所以说明第二就讲他为什么会就起 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 刚才我们标的这个第一部分 就是秦仁这个 他从山东到了这个甘肃 年代大概是 关前十一世纪的下半叶 就西州初年 称王前后 秦仁学习 我们怎么算他的时间呢 从西州的中期 就是他一个祖先叫菲子 一直到他春秋早期 早中期之交的这个时候啊 定夺于关中西部 从甘肃的山沟里面 跑到了关中平原的 大平原的西部 然后建立自己的 这个都城叫雍 就是现在陕西的凤像这个地方 然后立足之后啊 这个是他就崛起这个时期 从时间去看的话 就是关前九至七世纪 这么一个时间段 这个要谈一个非常著名的 一个故事 就是菲子 菲子木马 被富翁 这么一件大事 我们如果去看文献记载的话 包括史记秦本记 这样的文献去看的时候啊 其实有个非常突出的 这么一个特征 包括他的祖上 夏商周三代 他的祖先的传说的时候啊 他们跟什么有关系 一个就是 羊马 一个就是驾车 我们说 我们说牙马和驾车的古代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行 但是经常会是一些 楼碑制的人去干 楼碑制的人去做这样的事情 但这种活是他 既需要有好的身体啊 他需要有点力气是吧 这个还有点技术 不是一般能干的 所以他是非常特殊的一种职业 相传这个西周中期啊 周孝王的时期啊 其实祖先叫菲子 就是光标所在这个这个字 然后为周孝王养马呀 最后这个养马是 马大翻锡 马翻之的很多呀 就养马很有功劳 然后就被人去告诉个周孝王 孝王就说这个人不错 我们的马匹啊 在上周时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 战略性的物资呀 一种资源 所以就被封了这个封为附庸 附庸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这个春秋时期 有春秋五霸的一个齐桓公 齐桓公是一个非常大的诸侯 是吧 他手下定了很多的小诸侯 小国家 小邦国 这些人就是要听命于这个齐桓公 有啥事通过齐桓公向周天子去汇报 就是他不能不直接跟周天子去对话 而通过更大的这个诸侯 来跟周天子才能通话 政治上才能联系起来 就是不达于天子 就是他的话 他要依附于这个别的诸侯 这种小国叫富庸 所以这个秦北富庸富庸就这种性质 这封为了一个小的 小的邦国 小的国家 这个不得了啊 这就是他有了政治的身份 就是正式承认他是一个富庸 你是个小诸侯 有了自己的地盘 还有自己的政治身份 地盘在哪呢 就封在这什么地方 封在秦 但是这个秦这个地方 到底在什么地方 学界有三种说法 现在实际最流行的是后两种 一个就是我所打这个字 也是甘肃秦安的里牙遗址 就是陕西的宝基陈堂区这个遗址 我们来看看地图吧 陕西和甘肃之间 有一道南北走向的这个山 叫农山 跟秦岭是大致成90度角 山中有一个小地方 这个三间盆地 早年叫秦庭公社 这么个地方 相传是飞子阳马里的地方 有很多地方 学生认为这是飞子所封的 封为附庸的这个旗 另外就是这个 这个里牙遗址 清水县的县城的旁边 这么个遗址 大家看这是一块庄稼地 是经过科学发掘 考古发掘之后了 我们西北大学考古专业 考古的工作人员 在来考古一些重要的发掘 非常重要的收获 发掘了最早的这个 春秋西州中期的这种秦牧 也是现在已知的 最早的这个秦牧 这是里牙遗址 另外就是现在宝基市区 东侧 靠近这个 卫科和千和相交着的地方 所谓的千位之会 这个地方 这是 比如李灵先生啊 北京大学李灵先生 秦就在这个地方 李牙遗址跟这个千位之会啊 现在是 学记 认为的最有可能是 秦人所封为附庸的所在 这么个地方 但是两种说法也相似不像 秦人被封为这个附庸之后啊 他得到了一个政治身份 你既然受人之风 你一定是要尽自己的义务 就是一定要为周王室去卖命 恰恰这个历史记忆就贵了其人 这个历史记忆什么呢 就是西州中晚期啊 这个西北边境形势的这种变化 这个变化主要就是恶化 我们知道西州啊 是这个 它的首都叫浩京 在现在西安的西兰方向 大概十来公里这些地方 就是它的核心区 在关中平原的中部 它缝了很多这个山东 就是现在的这个小山 韩国关以东啊 就是河南三门峡以东地区啊 这广大的这些 包括这个淮河 包括淮河的中下雨 包括吴定河 一直到北京附近 缝了很多的一些诸侯 包括山西地区 楼旗燕 魏宋靖这样一些大国 但是在他的西北的这个 他的老家啊 这些地方啊 有陕西跟甘肃的地方 他并没有封侯啊 他直接面对什么呀 是很多的少数民族 我们在战国以后 把他们通称为是西隆 这些人地他很近 所以说大家有时候听说 周五是秘灭亡的 周一娃风火系诸火啊 咱们怎么样的 这个他诸侯不听他的话 东方诸侯是都不来了 就全容攻进了之后 没人救他 实际不是什么回事 这可能与他这种 东方这风国距离太远啊 守卫不能相顾 不能及时去救周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你看这个最后这个西中野王的时候啊 救他只有三个国家 一个是晋国 离得很近 在山西南部 一个是郑 郑国也很近啊 郑国是积累的诸侯啊 一般认为郑是什么地方 郑属峰在陕西的华线 关州东部 也在这个浩晋的旁边 在这齐人 秦离他也很近啊 这三个国家离他近的 才能救他 东方诸侯你说齐啊 在什么 在山东林姿是吧 在山东北部 离见过更远了 一直到北京附近 琉璃河 北京西南郊啊 所以他救不了 所以风火西诸侯战的故事 可能也就是一种文学色彩 就是说法 就是由于 秦州人的这种政治 和军事 势力的这种分布 这种天生的局限 就是他 东方的诸侯啊 离他太远 西北的少数民族 离他太近 所以他就历史 灭亡他也有一定的偶然性 在西州中晚期的时候啊 州人 由于这个 跟西北的少数民族 比如犬龙啊 僵尸龙啊 包括深龙这的关系变差 所以引起了这些 部族的大规模的这种反派 按照文献记载啊 或者考古材料去说的时候 就是这个 这种反派是大规模的 从甘肃的东南部 一直到这个山西中部 都是反派 然后我们会发现 这里地方的考古遗址上 一般都延续到西州的早中期 到晚期就没有了 为什么 这些人看西北形势不好 就跑了 包括我们现在去宝基 如果看的话 看到那个宝基 清水器博物馆 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些清风器 那实际都是周园 周园的老家所出的 他们就在形势未及 把清水器埋藏起来之后啊 他们一向东南方向迁移了 包括最后周园也是 从浩金迁到了 他的东都洛伊 就现在洛阳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时候啊 秦人在什么地方 无论秦在什么地方 他都在周王室的西侧 他又是周的附庸 你说他能不为周王室卖命吗 所以他是首当其初 但是恰恰历史给他 就提供了这一种基因 所以他在荣人之中啊 左冲右托 后卫周王室 他取得了很多很多的成绩 当然服输了学者代价 就是他的好几个祖先 都被荣人去杀掉 或者被俘虏啊 在他的政治地位 就一直在上升 首先就是他的祖先叫秦仲 秦仲就是他秦室的第二个儿子嘛 秦到二的意思是吧 然后被封为了大夫 然后他的儿子叫庄公 然后被封为了西吹大夫 西吹大夫什么意思 就是主管西方事务的大臣 这么个意思 一直到这个湘宫 护送平王东迁 西吹美王的时候 东迁有功 然后封为了侯 就是西吹王朝最后这么一个 封的最后一个大国 封在什么地方呢 就封在现在甘肃李兴这个地方 而且从此开始 我们作为一群人 作为一个民族性质的这么一群人的话 这个族群 秦人也有一个具体的名字 从秦开始 从妃子封秦开始 他有了名字 而且现在有了自己的国家 就是有了自己的吃饭的地方 有了自己的正式的这些版图 生活地 所以他们就作为一拨人 就正式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这种舞台 我们来看看这张图 这张图就是 这个蓝色的标记 这地方就是 当时的西周时期 少数民族文化的这些分布地 这是经过科学发掘的这么五六个地点 我们可以看出 这浩金在这儿是不是 西北侧 就是全是少数民生活的地方 是不是非常的近 我们再看这个 这是一张西周时期的这样一个 全图 它的首都在这儿 然后秦人 这如果标的对不对 大这方位是没问题的 都在浩金 就是西周首都的西侧 西边这个方位 他所面对的很多的少数民族 比如贤允啊 包括这个犬戎啊 包括这个枪也标出来了 这些地方都是 跟他很近 秦人跟他直接是面对 所以给他 创造了一个历史基础 他们在这个对少数民族的战争之中啊 得到了政治机位 一直一步一步提高 由大夫到西周大夫 在直到最后封口 他因此才得到这个崛起 这是已故的北京大学刘西教授的 这个一张图 这是西周的一个 我们看他的这个 这么一个疆域图 当然这个疆域跟秦汉之后的 这种疆域是不一样的 它只是一个政治势力范围的这么一个图 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 这是他的核心区 西北这个地方全是少数民族 东方这么大的面积 但是距离太远 所以在西周密王的时候啊 是首尾不能相顾 所以西周密王也有一点偶然性 我们不要把这个责任全 归于这样的包四这样的女人 这是我自己绘的一张图 就是他的西北地区的这个红线之类啊 但是他的周王的版图 全是出的这个县之上 这个县的外侧啊 全是少数民族 从陕西沿南侧 直到甘肃东部的沁阳 到固原 年宁下的固原 迷之到这个天水西侧这一块 西南方向 就这么一块小块 他的弱点啊 在防守之上 政治和军事形势 这方面的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些少数民族用的这些东西啊 你看看图片就跟这个中原的周啊 跟秦用的是不一样的 颜色有很大的差异 包括他的形态啊 包括他的如果看他的断材的话 这个质地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刚才说过这个 丢人为了这个防守西北边疆啊 就是杀黑古心啊 他就用了很多的一些东方的人士 东方的移民 然后到西北地区建了自己的这种 去为他去守兵 比如说沿着静河流 也建了自己的防线 最远可以跑到固原地区 跑到这样的地方啊 然后这个秦人也是可以到这些 这条线附近 天水西边这一块的地方 所以在这个考古学会发现 他们很多很多他们这样的牧藏 包括他的首都啊 包括他的关中的河西区 比如这是周园地区的 关中西部 这些移民的人牧藏 这些牧藏很多啊 在西部地区啊 据可以说这个 大家说这个中国历史上移民是一个历史的 一个通向跟常态 经常会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在西周初年啊 把东方的包括山东的这些东夷之民 往西北方下去迁移 包括其中的祖先也在其中 这种规模是大规模的 所以可能就是 刘希先生说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打规模的移民潮 我想这种界定应该是正确的 因为有大量的这样的牧藏 发现关中及其周边地区 在西部地区 他们的牧藏跟这个周人牧藏完全不一样的 我刚刚说过 比如他们有腰坑是吧 这个腰坑 腰坑经常会有训狗啊 牧的方向啊也不一样 如果级别高的还会训人 跟周的牧藏不一样的 周人是不用训人的 他比较文明 然后随着秦人地位的上升啊 秦人就从这个什么地方呢 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在西州的中后期的时候 秦人生活在有两个地点 一个是秦之外 就是大概是这个地方秦之外 还有一个 像是西南地方就是现在甘肃里县 水龙兰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全球 经常学这个他加个名 加个词叫西全球 这个地方是他的点 但这地方就是渭水的上游 或者西寒水的上游 这地方就非常狭窄 随着地位的上升上 他必须向东方更宽阔的发展 也更靠近这个州的这个政治中心 所以说他就有一个 秦人历史上著名的一种说法 就是秦人的多城市履签 所谓的九都八千呀 这样一些说法 九都八千到底对不对的话 但是他从西往东啊 从甘肃的山沟里面 往关中全安线 这是一个历史的真实 至于怎么签 经过几个地点呀 这个学界还有争议 但这几个地点是没有问题的 比如前秋 现在甘肃的里县 然后到了千五之会 我们刚放在这照片 就宝石东这个地方 就是到了秦的这个文宫 在这个地方 就是他的第二个国军的时候 然后到了这个 秦县宫啊 签到了平阳 就往东又靠了一点 几十公里吧 最后到了这个 深秋早中期去交的时候啊 他有一个 著名的秦宫叫德宫 德宫就往北发展了 往北位移了二十公里 上了这个 关中西部这个大园 比较高亢比较平 水土非常丰厚的 非常深厚的这样一个 自然条件很好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庸 对现在陕西的凤小西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 曾经以岳阳为曾经的这个 临时的首都啊 到了这个秦孝宫时期啊 又从庸迁到了陕西的咸阳 一直至他的灭亡 就是随着他政治事业的 他的政治地位的这种台升 他的这个版图也有所扩大 所以他的表现为他的都议 就是他的都城啊 也随之轻移 如果化妆图的话 大概就是这样的 这个枕秋在这儿 今天他叫西枕秋啊 在甘肃里信 然后到了宝济市东侧这一块 就是千位之汇 然后再稍微偏 东大概是一二十公里 就是平阳 美南一个方向 则的胃壳的北侧 然后再回到这个 这块园上 这块园是一只广义的周园呀 这个地方 后来才从幽到这个咸阳 其中在这个过程之中啊 在县宫时期啊 孝宫时期 曾经以岳阳 就是现在陕西 西安的东北方向 达五十公里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现在很重要 一直在进行考古发掘 发现的这个城址啊 这么一个历史的一个过程 后面的历史啊 可能都非常熟了是吧 他这个前面的历史啊 在定都德宫啊 居庸之后啊 到关中东部 就是庸这个地方 最后啊 他一直在缓慢的发展 从这有中间有很多的大事 比如木工霸西荣啊 其木工大家都知道 是春秋五霸之一啊 他曾经是 由于向东发展啊 最后是受到了禁跟楚 这样的大国这种束缚 所以他转而向西部发现发展 然后征服了西部地区 很多的少数民族我们叫西荣 但西荣我们应该很清楚啊 它是分为两个系的 一个就是枪西的一些土著 就是陕西 甘肃 乙西 包括青海地区啊 这样一些少数民族 就这样子也齐别的一些人群 那春秋之后啊 还有很多的这些 从这个更北的 比如这个蒙古高原 更远的地方的 下来一些游牧人 我们经常文献中叫的呼 这样一些人 他们这些人来到了中国的华北啊 包括这个西部地区东部 这些地方之后啊 然后这西部地区的 这些分支啊 它是融进了这些人之中 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然后被诸然人通称为是西荣 所以说 所谓的战国以后的西荣分为两系 一个就是枪系的当地土著 一个是湖系的游牧人 恰恰他们的下来之后啊 这个时候西部地区的 这个序幕也是非常的发达 形成了一个高峰 这可能与这个中央地区的 这种战略需要有关系 比如对马匹啊 这些续产品是需要 有一定的关系 秦木工霸西荣啊 实际上就是做了这些人的老大 这个东方的这些 齐桓公这样的人是不一样的 齐桓公是对旧的诸侯啊 他称霸 他法国使令 携天子以令诸侯啊 但这个秦 他称霸的对象是不一样的 他是对西部的少数民族 做了老大 民意上的当然也是 代行周天子啊 行使他这种管理权 于这些地方 少数民所居的地区 实际上是 周旧有的政治版图 就是周的旧土吧 秦木工霸西荣之后啊 秦人由于受到这个 禁跟楚这样的疏忽之后 他不能东出 所以在政治上没有作为 这种情况一直到了 这个战国中期 到这个县公和孝公的时候啊 就发生了变化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知道山东 六国地区啊 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是由于 各国的变化运动所带来的 战国早中期 比如韩朝侯啊 比如卫文侯啊 包括这个 齐国的这些 很多的国军 都进行一系列的变化运动 这个时候 如果你不变化的话 你可能被别的国家所打扮 甚至是亡国 在这种外部压力之下呀 秦人也进行了这个变化 他的变化主要是在 县公跟孝公时期进行的 孝公时期 我们就 有著名的商鞅 就是魏国人 普洋人啊 入了秦之后啊 然后去进行的 领导这个变化运动 然后这个变化运动 是非常的厉害 对秦的历史啊 对中国的历史影响是 至为甚至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秦的变化 虽然它是不是最早的 但它确实最彻底 他把法家那套东西啊 完全在这个 秦国得到了实现跟落实 变成了具体的法律条文 跟具体的一些措施啊 所以它成效是非常的大 虽然最后商鞅被车裂 但是他这个 这套东西啊 一直延续了下来 然后是在秦在这个 以后的过程 历史发展中 后来居上 然后是 具有了统一天下的资格 跟实力 大概经过了一百多年 这么一个统一 这么一个过程啊 然后秦人在 公安前 二百二十一年 秦始皇 秦皇正二十六年的时候 统一了天下 不过进了十五年之后 他的宣二又灭亡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 要探讨的第三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是秦人 统一了天下 而不是别人呢 我们知道战国时期啊 就是有实力的国家 不止秦一个 除了秦之外 还有这个现在山西 为核心的晋国 最后他分的 三家分界之后啊 就是魏国的首都呀 魏国也是个大国呀 魏国首先在山西南部 最后才迁都 最后的大梁 就现在的山 荷兰的开封 荷兰东部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国家是齐国 齐国也很厉害呀 江子牙 焦太公 封在了个地方 他是俄手之这个 在什么地方 在山东的北部 他有余颜之力呀 而且自然条件非常的好啊 当时他战国时期 又是一个实力很强 比如齐这个魏王 宣王米王 这个三朝时候 都是非常的厉害 他建的那些 极下学宫啊 就是使这个秦 使这个秦 是当时的文化 跟政治的中心呀 他是老大 往那边再看 还有楚国呀 楚国很厉害呀 他是站在江汉地区呀 就现在我们的华克所的武汉地区呀 是他的核心呀 荆州啊 就是影啊 是他的这个国度 最后被秦所攻灭之后 他又向怀 怀斯流域发展呀 向东发展 他曾经灭了越国呀 现在的这个江苏呀 包括这个 浙江北部这一块 一直到了这个山东的西南部 都是楚国的 他是这个战国时期 这个国土灭绝最大的国家 就是齐跟魏 跟这个楚国 跟秦一样 都有同一天下的资格 但是为什么是秦 最后成 这是我们第三个 要讲的这个问题 当然就是商业变法 给他打下了 这个一个基础 商业变法 这个革命性的东西呀 这个对秦的影响 是太大了 如果没有这种变法 秦完全就是 被埋没历史 焉成之中呀 他不可能对中国历史 有这么大的这种影响 商业变法的这个核心呀 就是他有两个两个字 就是龙战 一个是龙业 一个就是战争嘛 就是你所有的力量 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法律条文 所有的政治措施呀 包括个人的力量 都要用在这个 这两个方面 如果我们从文化史角区 去理解文化史的角度 去理解商业变法的时候 他有两个特点 就是他实际上 东方文化是大规模的学习 和假计 实际上具体来说 就是对法家的那套东西 就是学习整个过程 把法家的东西 在秦国变现了 而变现了非常的彻底 第二个就是对自身传统呀 特别是龙跌之俗的 格逐和抛弃 这种龙跌这套东西 少说明这种落后的东西呀 他既是因为这个原因 受到东方的避试 而且是对自己 带来现实的这种羁绊 所以他全部抛弃了 比如同时而去 一个家人住一个大屋子呢 看着不文明 同时你也是 很多人住在一起的话 不是以后的一家一户 一夫一妻 小龙这种经济的形态 所以要迫使他分家 如果不分的 秦就不能达到 更多的人力跟腐顺 这也成了他变发的 一个内容啊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呀 就是他确实成了 这个天下最强大的一个国家 我们今天会看到战国史的时候啊 战国后期啊 商业变法之后 五国是联合攻勤之类的 这根本打不过呀 所以这个商业变法 基本的决定的 秦最后的这种 他对历史的这种影响 这种结果 这个时候已经大局已定 然后其实同一天 这个过程啊 他在这个 西州晚七个春秋早期 崛起之后啊 他同一天下这个漏镜啊 打就进行了 无数次的战争 大概有 要算的话 就是六代七军 从县宫开始 到秦王政 秦始皇我们知道 他没同一之前 秦王 同一之后叫秦始皇 所以我们经常会叫 秦王政跟秦始皇 谁是一个人 但是正是要算的时候 我想的话 还是从会儿往算起 为什么呢 因为在此前的话 先公是没有改革完 没有进行完之后 他就去世了 就为校工的完成了 这个改革这种进程 当然他们之间的 这种改革 也有很大的差异 两个举措之间的本质 本质属性还有 很有不同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他们也有很多 很多的这种野心 比如说吞美天下 如同贾义过亲 所说的 实际上 从表现来说 从会往算起 最最恰当 秦的统一之路 首先就是在 此时 有位秦始时力上升 他在六国的战争之中 他总体一步落下风 而且是 他就是把得到的东西 是 并递之军 就是设立行政 组织去管理 这是很厉害的 正是并为了秦国的版头 这是一个要点 第二就是 会往称王 我们知道战国时期 称王是个运动 有五国相亡这样的运动 互相称王 称王什么意思呢 王者王天下 此前代王我们知道 就是周王 就是你无论怎么样去 楼齐间为宋建 包括秦之间去 七国去打 包括或者是 齐楚燕含赵维秦 这样七国去打的时候 互相去争斗 这个时候 他还有个老大 老大就是周王 但这个时候啊 他们自身称王的时候 就是把周王放在眼里 我要做老大 最后我们有这个名号 是很重要的 他有非常强烈的政治含义的 秦始皇为什么 最后要称皇帝了 他觉得他比王还厉害呀 所以他一定要称个皇帝 变个名号 所以惠王称王啊 就是正式表达了 他拥有天下的雄心 就要统一天下 天下都是他的 他把全夺过来 跟周王一样 所以基于这两点 我想的话 这个秦的统一的这周 正式过去的开始 应该从秦桧王送起 秦桧王就是我们叫的 简称叫桧王 复杂的秦桧王王 是一个人 所以统一大业啊 就是从桧王开始 但是最后 为什么秦人会统一天下呢 就是我们经常会讨论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其实说的非常非常多 一直从这个 战国 这个西汉早期的政治家 贾义啊 漏贾这样的人啊 包括一直 现在的很多的学者 包括历史啊 包括考古 包括政治史的学者啊 他们也会做这样的研究 原因 到底是为什么秦会统一的天下 我想的话 就是我们非常容易得出的 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有四个层面的东西 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 第一个就是有效的政治 跟行政体制 第二就是物质技术 这个作为这技术底层 作为保证 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有 有雄心或者有野心的君主 第三个就是 第四个就是族群性格 毕竟这秦这部人 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 他就非常鲜明的个性 这对他能统一天下 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我们知道 其实作战是很勇猛的 我们下面再讲 我们一条条来分析一下 方案编码是这个 把秦 它主要是以法律的渠道 法律的手段 然后把秦 所有的力量 归民众 全归于这个龙战两个字 全做 不是种地 就是大战 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把国家变成 那个战争的机器 所以就是这个什么呀 就是 荀子说 他是四世有胜 就是四代 从县公孝公 会王赵王 荀子入侵的时候 赵王是七呀 四世有胜 是什么呀 就是你如果这样去运转呀 去管理一个国家 去跟别的国家竞争 是数一 就是道理 一定是这样的 那就是秦 在什么地方呀 在这个 物这个技术层面 它还是很厉害的 我们经常会 我今天不讲秦文化 我讲这个人 这些人这种历史啊 实际上这个 从文化这个层面去看的时候啊 其实在物质这个技术层面 还是非常有成就的 它的制度层面 也有很多创设 有一些开放性的东西 其他比如说 学术跟思想层面 它倒是没有什么创建 它都是从东方学习而来 然后把它变现而已 比如法家学术 比如墨子的这种 墨家的这种手征技术 也是如此 我自身也研究了好多年 这个墨学 对它也有点认识 但是物质这个技术层面的话 作为情 同一天下的实力技术的话 这一方面是值得肯定的 这就是如同一个 非常有一个 你如果没有一定的实力 作为基础 你同一天下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 从一致的材料来看的话 这些层面可以分为这个 比如它液晶 水利 农业技术 建筑技术 机械制造 交通等等层面 都对情绪 这个同一天下 提供了非常好的物质技术 这个基础 比如这个 一些江教兴 汉士的布德先生 还有这个 我们西部大学 王子欣先生 都做过 都关注这个角度 分析了情统一天下 这个技术 跟物质层面 这个原因 比如说液晶层面 前面液晶属 我们知道 它在早年的时候 它有大量的铁器出现 它铁器不仅仅是用于 比如配件之类的东西 它用于这个什么样 用于这个生产这个层面 它有生产工具 这跟其他国家是很不一样的 比如它包括经济制造 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东西 这是秦牧中所发现的一些经济 像类似这样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多的 然后它来源可能是寿源 寿源就西部地区 欧亚草原的这些影响 秦人业也是大量的使用精气 也是秦的文化中的一个特征 换句它加工制作技术是非常的高 制作得非常的精美 在比如说交通层面 我们知道这个秦制造 就从现在这个 这个秦都咸阳 就退到内蒙 通到九元军的军制 就是内蒙国包图的地方 这么一条 我们叫做古代的高速公路 这样的一个工程 太多了 比如说我们还有都江呀 郑国区 包括陵区这样的工程 都是它修的 这种道路网在全国也是存在 比如它这个 全国有道路网 然后它通过武岭的话 比如从这个 现在的江西湖南 包括福建 穿过武岭区到两广地区 那也有道路存在 那个叫新道 然后全国的道路网叫迟道 这种大型的工程啊 包括这个阿凡工 宫殿呀 包括其他陵墓呀 长城的修建 都是其中的特征性的东西 包括水力工程 我刚才提到了三处 所以它的物质层面的话 就是 我如果从文化角度去看的时候啊 它是对山东地区呀 它是不落下风的 就是秦同意的一个物质技术的 这么一种底层 第三个层面 我想的话 君主的这个雄心呀 就是这个君主啊 一定要有想法是不是 有野心或者叫雄心 然后才能干一番事业 秦仁这个六代七军呀 从县功遇到秦王正 这个是 这种表现是非常突出的 好像这个光阳传啊 春秋三传啊 里面曾经说过 秦仁是这个 他选择国君是 择其勇猛者 就是他这个人很勇猛 勇猛的意思当然有一层 除了自己有武力啊 非常强势之外 还有一个肯定是一个 有理性 非常有管理才能的这种人 他应该是个综合这种询价 就是他选好的 有本事的人去做国君 他不一定是老大 不一定是敌长子 所以他的国君选择之上啊 有这种原因的话 择其勇猛者 就选择由最有本事的人 跟周人不一样 跟山东地区也不一样 我所说的山东 我所说的山东 就历史上山东 就指的是 小关 韩国关 以东的这些 就三门峡以东 荷兰以东的这些 广大的这些地区 我们看这个 从县功开始啊 一直到前往中 都是很有本事 但是你对比一下别的国家 比如说齐国 齐国曾经也非常的厉害啊 魏王 宣王 密王三朝的时候 那真是啊 天下无敌啊 是不是 他是当时的政治上的老大 军事上的老大 而且同时也是什么呀 也是文化跟学术的中心 但是他只维持了最多三代 三个国君 魏王 宣王 密王 后来就不行了 是不是 最后被秦也灭掉了 再看看赵国 赵国的文化多牛啊 多厉害 但是这个最后也是二死沙丘啊 到他儿子来一代就不行了 只有维持了两代最多 都是不得跟秦相比 但是秦每一代国君 即使做国君很短暂的 比如庄香王和孝文王 他们有很多很多政治上的 非常正确的这种行为 这种举措 然后是推动着秦的 这种统一天下 这种历史的进程 这跟山东六国是不一样的 形成了非常大的差异 这文件有很多的记载 比如说这个贾义所说 这个秦孝公居小汉之库 有这个席卷天下包解余泪 兰国四海 并吞霸荒之轻 这样的心跟义 就说他们是很有野心 有理想 有野心 这个史记曾经记得了一段话说 秦武王 在为他的这个 给他的丞相干貌说呀 他要通三川溃州 是死不恨也 一定要向东发发展 三川指的指的哪了 就现在洛阳周围这个地方 一直要向东发展 你看他多有理想 就是 这种东西呢 就是主观向的东西 也是推动历史的一种力量 这是我们应该忽视的一个角度 这我们现在具体谈的是 君主的这种野心或者雄心 第四个层面 我想的话 秦人族群啊 做一个民族性质的这一群人的话 他跟其他的这些人还是真的不一样 比如这个人群 我们会发现他非常的质朴 比如我们发现很多秦妻 他做的就是很多朴素 他的花纹啊 做的很简单 做的的是很平实 比如说我们东周青铜系 秦跟楚就有很大的差别啊 我们去京州博国区看的时候 楚气 去武汉这个 胡北省博国区看的时候 他就做的非常的华丽 上面有好几层花纹 汪洋思思 有很多的香小粒 他的秦气做的很朴素 没有那么复杂呀 做出来一打磨就好了 但是他们可能用湿拉法 用什么东西楚气 这样做的非常的复杂 这可能会反映他的族群 就这个这一群人的性格 就是比较质朴 也可能是比较穷的原因吧 另外就是他这拨人啊 就是尚武好斗 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 尚武就是好打架 个人表现就这样的 所以就是 其实法律中 我们把它叫什么 叫斯斗 这个很有意思 我们当时在1975年的时候 在湖北的云梦县的时候啊 发现了一批这个秦的 这个法律文书 里面有十几条 一二十条就是说 不能打架 干啥 禁止斯斗 这跟山东六国啊 那个法律条文完全是不一样的 当然山东六国法律条文具体 情况怎么样 没有发现也不知道 但是至少知道秦 有这样的法律条文 这个其实 跟秦里的法家思想是完全是纷合的 他反之自然叫你 大家去努力攻占 就是给国家去打仗 不要去把这利息 用在打架上 这种东西啊 这种族群煞我好斗中的性格 实际上是西部地区啊 一个民族高尚气的地域特质 的一种反应 它有非常深厚的这种历史 和文化 实际霍之列传里面所说啊 就是高尚气力 龙门解释一北啊 龙门指的是这一块 就是司马西的故乡 关注西 关注东北部 解释就指的是 伯和尔这一块 这条线的西部地方向 人是高尚气力 他跟这个东南侧 这个人是不一样的 龙门解释这条线 实际上跟这个 我们这个解放之前 解放1935年啊 胡怀岩先生提的这条 人口线是大概是相符的 就历史有时候真有意思 它有延续性 因为古代的话 这个龙门解释是一条线 最后上十级三十年代 胡先生提这条线 基本上跟它是重合的 这条线 他提的时候是一个 司马先是从文化地理啊 这个角度去看的 胡怀岩先生最初 其实从人口这个角度去提 现在我们怕它 扩充到这个自然底 比如四百毫米校水线 这是个分界线 包括这个社会跟经济啊 等等层面都可以 以这条线为继 秦人的族群性格呀 特别具有这条线 左侧 就是西北方子这种人的共性 我们来看看就是这些人 像这些人 我们如果是将来的同学 比如湖北的同学 我们看了之后啊 跟湖北的警测完全不一样 看来是地理这个地形 包括它的植被都是不一样的 其实就预示自然条件的不同 我们就是温度跟降水 这两个主要的指标 包括它的土壤 很多指标是不一样的 这就可能造成了 这地方的人群的这种共性 就是族群的性格是不一样 跟这个其他地方是有别的 这拨人啊 非常有个性 他们建立一番工业 由这样以上四个方面的原因啊 就是最后只有秦 统一的天下 他们人把上一边 把形成了一套法律 包括制度层面的东西 正这个行政制度层面的东西 然后扩充了全国 然后影响了中国历史2000年 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 非常隆重的这么一笔啊 但是为什么 在二十三年的时候 就是秦二世的第三年的时候 年头 这个王朝就灭亡了 小三年秦始皇循秦天下 五次出秦始多么风光呀 海内为俊献呀 天下为一头呀 老板 到处去展示 是风光无限呀 但是没想到十五年之后啊 又灰飞烟命 我想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来看看我自己的一个 这个简教的这种看法 秦一统一天之后啊 对西北地区啊 他首先是 作为自己的老家呀 做了一个政府 最后是作为他的基地 然后向东西去灭了六国 六国实际是 他在统一天下有这个 收复周的救济这个过程 所以这叫统一 在统一收复六国旧地之后 就周的旧地之后啊 他又向南北方向做两个开拓 北方主要是向西北地区的羌人 就是更远的 更边缘地区的羌人 特别是河华一带就是甘肃的中部 就是南州以西这个地方 做了个开拓 向北侧呀 对少数民族就匈奴 他们曾经是在春秋时期 大量的 从通过蒙古高原 到了中国北方 华北跟西北地区东部这样的地区 他说情况他们就赶走了 南方就是主要是白岳地区 白岳是什么的人群呢 我们现在从这个 枝阳南部 从温州往南走 包括福建 两个地区 直到这个云南 一直到这个 不包括云南 到又南北部的地方 我们生活着非常多的一些少数民族 他们有很多的共性 古称都是诱人的 不同的分支 因为分支众多 所以叫白岳 停在这个 密立国之后 然后继续 罚这个白岳 然后再说了 设立的这个三个军 南海 桂林 相军 三个军 把现在梁广 流入搬到以北侧的地方 然后捅了近南 在北 北方地区 可以 西北方向可以扩充到南州 以西地区 那地方设在前沿 那些线 然后往这个西北方向 一直扩充到了什么地方 扩充到现在呢 内蒙古的 殷山之上 向东 一直可以到东北地区 一直过了亚六江 朝下白岳的这个 西北侧 这个地方 都是清朝着的版图 大家看这地图 这是他的 到这一块 南边就是黎州半岛 一北侧 包括越南北部 这一块 都是这个 清朝的地方 最北侧就是 殷山这一块 最西就是到 这个南州 以西这一块 南州当时叫 于中 是个中央的一个渡口 这是清的里面的版图 对少数民族 北方最 威胁最大的 然后前一最用力的 经过两次驱逐的 就是 这个草原上 生活的族群 从俄亚草原 就类似的部分 生活的东侧 这一部分 就是当时的 最有门的这些 人叫匈奴 他是 俄亚草原上 继思习太之后的 著名的游牧人 是他们生活的一些 生活的环境 秦跟他们 把他们驱逐之后 然后在这个 殷山之上 以长城为界 建立了 北部的这样一个变境 这是内蒙古 这个乌拉特中期的 这个殷山之上的长城 工程量非常的大 这就是著名的 秦始华的万里长城 然后在六国 就地的基础之上 秦由向兰 向北侧这种扩展 所以它的版图 是非常的 在这个六国基础上 有一个非常大的 这个扩充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王朝 为什么会 短面而亡 这是一个 我们看左边这张图 就秦始皇 并使沙丘 这个地方 在河北的广东线 离形态不远 这个地方 河北南部 这个地方 右边是他 现在沙丘这样的平台 它是张河的一个 河道 是河谷地带 所以这地方 就是沙土地 确实现在找的话 就是一些赖汉的座 比如枣树 这样的一些 这样些树木 很多 秦始皇最后 最后是出巡的时候 就死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很有名的 往前推 我赵我两网 杀就够 他也是最后 被他儿子最后 关的地方 也死掉了 再往前走的话 也是这个 阴州王 他一个游乐的地方 但是 跟秦的命运 是密切的相关 我们就会考虑 为什么秦会短命而防 为什么15年 他就没了 我想 下面两个原因 应该是 显而易见的 这么一个原因 第一个层面 就是大家都说过的 一个原因 就是 秦的急症 急就是着急的急 就是他这个王朝 他虽然说 他同一天之后 他特别不放心 他怕六国反叛 他怕蓝色的诱人反叛 怕北方的匈奥 威胁自己 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 他修长成养 征南越 法匈奴 内部又做了 很多很多的一些事 修建宫殿 做了很多 享乐方面的层面的东西 然后用这个 非常严密的法律 把大家控制起来 大家是 以至于大家是 全国是 动辙得咎啊 老百姓动不动就犯法了 以至于是 领域 城市 折翼塞路 就犯人非常的多 但是这种东西的话 一定是 是大家不能忍受 所以说就是急症 这表现是 事反法密 最终是使人不堪 随着 这个社会就出问题了 他就崩溃了 这个城市的启示 就是城市的吴光 起义 所谓的起义 也是仅仅是一个诱因而已 你看这个 汉初政治家 陆家他们说的 他都为这个篇章 他们所说的 发愈资而天下愈之 兵满意识 意识而敌人愈多呀 就是你这种 做法呀 事反法密这种做法 一定是最后是 树立了更多的敌人 举措太重 就是做的事太多呀 你可能这件事也是必要的 但是 你不能太急 不能做事太多 就是老百姓 社会受不了了 所以说 秦朝灵亡是一定的 还有很多很多的人 也做的 这样类似的一些 这个评价 这样一些判断 有斯巴仙说 反法言行而天下 这极其衰也 怎么样说 他得益着反法言行 比如说在 同一天下过程之中 大家可以通过 反法言行 去努力作战 然后去得到的赏词 但是后来也是 他的衰落 这种行为 又走向自己的反面 使百姓多冤枉 百姓是冤其法 刘相也说过 法言而酷行生 克血无恩 以至于什么 赤语塞漏 群到满山 然后最终是 乱家亡 就这种结果 我想这种 历史上的学者 包括政治家 这种总结 我想应该是中肯的 这可能带着 大部分的 很多学者这种想法 秦就是因为 他的事反法命 是他们也玩的 非常重要的原因 比如说我们现在 留意的学家 前面现在说的 他说秦在同一天 爱过程之中 通过商业变反 把全国变成了一个机器 这种机器就是表现 是军国化 是不是 全国就是一个军事 就是一个战争的机器 就是政治经济军事 全部纳入到战争的轨道 然后是你要做什么 你必须去打仗 然后才能去得到你生存 这在统一的过程中 是可以的 在统一之后 这应该适当做出调整 他的秦没有调整 所以他破亡了 他灭亡了 这种军国传统 我想他对统一是有利的 他既带来了天下的统一 包括这个初步统一的 政治的这种局面 开创了秦亥社区 这大一统政治局面 这是没有问题的 这值得肯定 但同时他也导致了这个 政治上的这种专制 包括集权的这种传统 也导致了我们刚才 我们要讨论的秦的这种 迅速的这种灭亡 我想这种 这种原因啊 大家所总结的 应该是有道理的 第二个就是 他经常会被大家 所忽视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知道 就是他的二师二王 为什么二师二王不是 他就是在接班人的问题上 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他用了一个没有本事的人 我们说是通俗的去说 就是能力不幸的人 就是少子胡海 他小儿子 他没有用这个长子扶苏 是要有本事的人 这个胡海 他非常的昏庸 而且他也非常的残暴 他是秦着这种急症 这种东西越来越发展 而且他用了一个成效叫赵高 这故事我们都知道是不是 然后是朝政 是混乱不堪 直路为马 就如同这个夏节一样 是道路营 大家不敢说真话 然后是秦的这种政治局面 变得更加的糟糕 所以你说的秦不灭亡 可能吧 我想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去总结秦的历史的时候 我想他为什么去灭亡的话 一个就是释放法命 就是这种军国体系 一直延续到这个法家制的传统 走向极端化 是他灭亡的一个首要的原因 另外就是在具体的问题上 就是接班人的问题上 就是没有选考 如果说他出一个 机认者 他的二世 是一个有能力的 有理想的真理人 他能把社会可能会扭转这个历史 社会的这种发展 扭转历史的走向 至少在部分可以做到这一点 这是我想的 请为什么变亡啊 我想我个人总结两点原因 一个就是他的这个释反法命 是百姓不堪啊 社会不堪 受不了 认输不了 第二就是接班人存在这种问题 我们今天就是大概以这个秦人的这个 人群 族群这个历史为对象 大概他那三个专题 附加一个秦人 为什么也完成这么一个题目 就是可以四个部分吧 我对秦的这个作为一个人群的历史啊 做一个评价 我念一下吧 作为这个这次讲座的这个节语 就是秦人作为一个族群啊 他的历史 从西州城堡 第七十初年啊 西州的第二个王 武城康昭啊 从第二个王开始啊 到秦二十三年的时候啊 紫英相处啊 他延续了八百四十年 这个年代是 按照这个此前进行的 下舌路段的工程的 他们的年表算出来 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 在隋唐以前 东西族群互动的这个格局之中啊 秦人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是中国历史演进的重要的动力来源 但他的这个足缘跟崛起跟父王 确实有点神秘性 使大家也非常长久的这种兴趣 我们如果从这个专业角度的话 他确实从历史角度去看上 确实直动去探索和总结 秦人是一个 作为一群人的话 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他的内涵的成分是不断的加大 他融合了很多这个其他的异族啊 比如少数民族的戎 包括敌 包括的山东六国的人群啊 所以他成分这个内涵是不断的变化 所以秦人的历史啊 他是一个民族融合的这种历史 是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重要的片段 和游戏环节 我们知道秦汉时期 对中国历史的关系是什么呀 从民族视角度去看的时候 他是一个中 中华民族的核心族群 就是汉人 就是汉朝人形成的重要的阶段 但是秦人给他打下了基础 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这个民族共同体 以汉人为中线的多族共同体 在西汉中期也开始形成 但是同样也是秦人给他打下了一个基础 所以说秦人的历史啊 就是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重要片段 和有机的环节 这个环节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我想的话 这个许多影视剧啊 很多的作品啊 对秦人有些意味的赞美啊 或者是夸大 这个都是不对的 我们评价应该是非常的客观啊 对他们应该是不全般否定 也不是一位赞美 而应该是分阶段 多角度的思考和评价 他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好的东西 比如说他这种理想跟坚韧 这种方面在同一天下 就要崛起的过程之中啊 这是值得肯定的东西 有很多精神存在的东西 然后很多他这个 历史嘛总是有精华和糟粕 前人的历史也是一样 就是应该去 多角度去思考和评价 这可能是因为才是一种 马列主义的科学的 唯物史观的 这么一个合理的这么一个态度 我今天的演讲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下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嗯 好了 谢谢施老师啊 呃 我说一个半小时 呃 去整整 就一个半小时 我的意思是说 一个半小时可以再多一点 然后我们呃 有一个这个互动啊 也有很多这个呃 听友呢呃提了一些呃 这个意见 那么呃 刚才呢 施老师可以说这个内容比较丰富 从秦人的起源到秦国的发展 到秦国为什么能统一 然后秦国为什么呃 呃 又失败 所以说在一个半的呃 小时之里面呃小时里面呢 就简明恶药的 深入浅出的 就把整个的秦的历史给讲了一遍啊 因此呢 跟我们也很大的启发啊 有学术性 当然我们华中科医大学认为讲座 主要是一个同时的讲座 同时也深入浅出 刚才提到了啊 对我们很大的一个教义啊 那么呃 有不少的这个听友提问啊 那么时间关系呃 现在呃 我们收集到比较典型的有啊 有六个题目啊 那个就六个就这六个题目吧啊 施老师呃 简短的呃 回应一下 那么第一个题目啊 第一个题目呃 是有听友问 他问了两个问题 我感觉这个问题呃 林建民先生好像以前也也写过文章 呃 探讨过啊 第一个问题是秦文化 不同于同时其其他文化的特质是什么 所以他就是秦文化 秦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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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 秦文化で特质是什么 然后第二个问题 我们都说汉称秦治 那么除了制度之外 汉朝有没有继承秦文化的一些因素 这是第一位听友提的两个问题 请施老师先回答 秦文化学特质的话 林老师林建民先生 就在西北大学一过的秦安时的大将 他也说过 他确实跟这个山东列国的文化有差异 有自己自身的特色 比如说他这个秦文化 比如说他们说上大呀 这些都是一个特征的东西 要谈的话还是很多 大也是一个特征是吧 后来我们的华六中先生 也不是西北大学的老先生 他说过他的特征啊 在价值观层次还有拿来 就是善意学习这样的特征 这样总结为我想的话 还是有道理的 你可以从这方面再去看一看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二个第二个问题是说 汉秦秦制 那么除了制度之外 汉朝有没有继承 秦文化的其他的一些因素 那是实际是太多了 秦文化是一个奠基性的一个文化 它的很多因素是延续得了汉 比如说汉这个 虽然说这个 比如说六星呀 这个他是所谓的尊儒 是吧 但是这个法家这一套东西 从来没逝去呀 他是霸王道杂志 是不是他是这个 秦所代表的法家的传统还在 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 他就从这个层面是继承了秦文化 他是不可分割的 好吧 我就简直回答一下 对 其实汉时期是中国这个传统文化 中国这个一统王朝的一个奠基时期 其实我们后来不管说独尊 如素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其实秦文化里面很多东西都在中国文化的潜流当中 它不是一种显性的文化 它肯定是一种隐性的这么一种文化在里面 那么石老师也长期研究另外一个领域的就是墨子 那么我自己也曾经以前关注过墨子的文化 那么后来墨文化没有了 那我认为就是进入中国文化的潜流 所以呢 汉庭秦治 我们基本上可以说制度之外 那么很多东西都有一个全盘的一个吸收吧 那么使得这个汉文化里面有很多这个秦文化的影 那么汉武帝和秦始皇相比 其实真正平坚的话 汉武帝所做的一切给秦始皇 那可以说是等价齐驱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历史上对秦始皇评价低一点 对汉武帝好一点 那肯定就是一个王朝短和长的这么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啊 那个可以有更多的一个思考 那么第二位听友提了个问题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秦朝大家都很关注 小说呀电视剧呀都展现 这个秦国秦朝的一个历史 那么这位同学可能也是受这个小说和电视剧的一个影响吧 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 他的话题是 问题是 秦人一百多年保持超高战斗力 是怎么平衡民生和人口问题呢 我又不知中国有句话吗 这个穷兵动武 那么打了一百年仗 为什么一直保持枪声不衰 常年征战往往名不了声 秦却能持续百年 是不是有别的原因 那是老师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 这个 秦有什么民生啊 秦人是很穷的 这个 这个由于战争啊 但是他一定有人一定的人口基数 这个人口基数一定是有一定的生育率 生育率比较高 再有他一定有这个人口的来源 比如他可能是在比如他的本土西北地区啊 是不是 他像周边可能有一些 呃比如说人口的来源 比如说对周边的这个实际的控制越来越紧 这样会给他提供一些人力 但是战国时期啊 你要打上 打胜战有两个指标 是国内的表现 一个是土地和人民嘛 土地面积大 人口数量多 这就是个指标 秦的这个一定是比较高的一个生育率 再就是他有人口的这个来源 但是他的民生啊 他就是没有做好 他秦人是很穷的 我们发现在小秦秦牧 这个是随藏品是非常的这个单薄的 是吧 就证明他的老百姓是很穷的 就是为了 但是就为了这张这个战争中的取勝 他没有平衡所谓的平衡啊 对的 是的 那个 呃 施老师这个嘛 一个判断 我是比较认可的 就是说秦有什么名义生呢 他就是要穷 我们看参军书 参军书里面 他就有一个主要的一个观点 弱民嘛 老百姓 弱民老百姓穷了以后 才能为什么呢 才能为政府啊 官府所所利用 才能为了什么呢 这个军功 才能为了更战 才有吸引力 如果都富了以后 他看不起啊 看不上这个官府这些东西 因此这些就不能控制 所以啊 这个就我们从考古里面的文用路发现 或者从文献里面发现 秦人真的是比较艰苦 比较艰苦的 并不是说 呃 他是琢磨的一个 呃 一个一个富裕 啊 这第二个问题啊 第三位听有提了个问题 这个这个问题 也挺有趣 呃 他说 施老师你好 秦始皇登 绍兴快祭山 是不是与大宇 是秦的祖侠有关系 这个问题 和祭祀有关 嗯 这个 他是这个 秦始皇初旬啊 他有这个政治目的 一个时候宣誓嘛 宣誓这个皇位啊 还在这安抚这个 东方的这些 东方的民众 他与这个意思一定是有的 他有一定的目的 这个秦跟这个大宇是没关系的 他虽然认为是 他利于这个夏土 就是跟夏有关系 但是他们组员上是没关系的 这是关系 他到这个 到会计山区去的时候 也是这种 我刚说的两个种原因吧 不出两个原因 就是安抚当地的热人 是不是 这个宣誓呀 自己的这个皇席的这种 威权 有一定的政治含义在里面存在 不是因为他们组员上有关系 对的 就是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 五次出巡嘛 去东方也很多很多次 其实就是一个政治行为 主权的宣誓 另外一个呢 其实也有 坛压地方的这么一种 意图在里面 当然了 到明山大川 可能也祭祀一番 也这也是一个 主权的这么一个 一个象征 一个象征 这是这个秦始皇 宣行的问题 那么第四位 这个听友 他这个有点历史 叙述学的这个意味在里头 他说东汉以前 有很多故事类的文献 有很多传说嘛 当然比如说像汤武革命 他也认为是一种 故事性的文献 那么战亚国清汉时期 在历史 很多呢 都对这个故事文献的内容形式 和传播方式 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也就是说 我理解他这个说法 可能就是说什么呢 很多传说性的故事建构起了 战国清汉时候的这么一个历史 他可能有这么快点 当时人根据这个什么 需要 会赋予这个故事 以内容细节 意涵和结构 就是根据 需要会创造出一些故事出来 那么 运用这些故事类的文献 认识故事 是不是危险的 他就说传说 所以什么呢 跟历史之间的关系 应当怎样运用 先情情汉的故事类的文献 他这个说的很好口 我不知道我付出的 对不对 对 他也是 你所说的故事的文献 也属于文献的一种 对文献的态度 我们就是跟这个 顾先生 顾吉川先生的态度 是一样的 我们还要秉持这种态度 首先是怀疑 第二是辨析 在用的时候 或者有限利用 现在有一种非常时髦的 就是文本分析法 就是说你无论是什么样的性能 是历史 还是文学色彩 比较强的那种文献的话 无论什么样的 我们就做文本分析法 就是说什么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做的这样一些记载 这样一些文献 分析他们的成熟的这种背景 然后达到这个熟知 理解当时历史背景 历史背景的这种目的 就是所谓的文本分析法 就是我们的态度 就是首先怀疑 第二是辨析 第三个有限利用 这个是基本的态度 任何文献 对 这是个历史研究法的一个问题 学术史的清理 我们可以清理出一条 比较清晰的一个线索出来 那么第五位听友提的问题 说 施老师你好 请问 秦国的黄金制品风格 是属于比较独属的秦文化 还是较为杂柔的文化融合呢 他这个比较一个细节性的问题 这个 秦国这个黄金制品啊 从这个春秋时期 表现得非常的这个明显 他跟西部地区少数民族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很多的这个拥有者或者使用者 比如马家MOD 他就是西龙 就是少数民族所使用的 这种 这种他的风格跟来源啊 跟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 也非常密切的这种联系 跟山东地区啊 比如东方这个广大地区 还有一定的差异 他有自己的个性 如果再说得远一点的话 他跟欧亚这个广大的草原地区啊 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也有联系的 所以他是非常有独特的地域特征的 对 和他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有关 也和他所处的中原文化和西方啊 广义的这个西边的文化 西方的文化 这么一个结合部也很有关系 所以秦国对中国这个文化 就中国名称的外传 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个作用 不是很多人都讲嘛 中国从哪儿来的 可能就是和秦国这个有关啊 这个秦木工 在中央征发没有成功 所以霸西荣 那么随着黑走廊 大秦的威名传到东亚 传到南亚 传到欧洲 欧洲去了 那么既然有这么一个 丝绸之路 草原之路 那很有可能这种艺术风格 肯定还是有一种融合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 因为时间关系已经到了 四十二分钟了 最后一个问题 施老陈金豪 他说想问一个秦朝后续的问题 盈这个姓氏 现在基本见不到了 在秦朝灭亡之后 这个族群的下落如何 秦朝人哪儿去了 是被全杀了还是跑了 还是怎么这么融合了 是吧 然后历史上和考古上 有什么线索 那就既然的下落去哪儿了 考古上历史上有没有下落 知道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这个很简单 就是改朝换代 他变成了汉朝人嘛 很简单 对对对 是的 这个姓可能慢慢慢慢 就没有了 迎姓是没有了 现在他的分支 比如先进时期啊 男子称姓 男子称氏 女子称姓 他迎姓没有了 但是这个他的分支 比如说姜呀 黄呀 包括是不是 这些都还存在 跟他们说的有关系 这个秦灭亡之后 他的秦的人 他没有灭亡啊 他就是改朝换代 变成了汉朝的子民啊 就这么简单 对就是这个姓 他可能不姓这个姓了 因为当时 我们现在的姓氏 这个制度 他在建立过程中 就是其实美国王朝 呃 灭亡以后呢 呃 这个皇祖 或者王祖吧 其实他的后续 都这个有 这个现象 你比如说宋朝 那宋朝呢 那个那个后裔 就比较多 是吧 包括你像 明朝姓 姓 姓是吧 他们那个名字起来 都非常 金木树桂 那个那个偏旁 都去得非常多 那现在很 可以 那个流传下来嘛 啊 当然清朝 虽然那个 呃 新夏革命 呃 驱逐大陆 繁满的倾向 啊 其实后来 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 很多这个清朝 这个清 呃 清朝啊 皇祖的 这么一个后裔 当然这是 非常有趣的 这么一个现象 但对于秦朝来说 由于他太久远 竟是制度 没有建立起来 那可能 我们可以想象到 肯定还有他的后裔在 但我们已经 不清楚 到底谁是他的 这么具体的一个后裔了 好的啊 好的 一共我们 就有六个问题 拿出来 呃 请施老师 回答一下 那么还有很多 平友呢 也提了很多的问题 就是时间关系呢 呃 我们以后啊 和我们这个 这文讲座 这一次是 第2483期 那么我们这个学期 包括下个学期 还会继续在线上 推出这种讲座 也欢迎 校内校外的 听友 能关注我们 这个 这个人文讲座 那么在这个最后呢 我们再一次 感谢施老师 今天晚上 在王志忠 能抽出时间来 跟我们进行这么一次 同时的一个讲座 也希望以后 施老师 有更多的机会 来到花中科大学 关于秦汉文化问题 关于民族史的问题 关于考古的问题呢 跟我们的老师 学生进行一个交流 好的 谢谢施老师 好 谢谢各位同学 谢谢各位师友 谢谢夏教授 好的 再见 好吧 好的 那么第2483期的 这种讲座 就到这里结束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最多的时候 有300多人 现在还有200多人 谢谢老师 谢谢施老师 我怎么点错了 要解除经验 不解 不太好 咱们怎么退出 我们私信这里面 聊天里面 发布了我们 花中科医上 写任文讲座的 QQ群 那么有兴趣的 老师同学 可以加入进来 来关注我们 任文讲座的一些信息 好 那我就离开会议 是吧 好的 谢谢老师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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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